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都是在去年暑期逐渐上线的 所以按照往期的惯例 本次大版本更新的内容绝对值得让人期待 老赵啰嗦了这么多 相信小伙伴们也有些不耐烦了吧 那么咱们马上就将从凉屋那里拿到的干货分享给大家 本期的凉屋电台大家都看过了 而其中对于新版本将要更新的内容表达却又有些隐晦 老赵在听了N遍之后 将其中线索足以排查 为大家总结了几个部分 其中第一个线索就是新武器的上线 凉屋小姐也说 本次不仅有牙膏配方还有牙刷 所以老赵认为牙刷可能会是一件武器 那么这种钥匙的红武就符合大家的审美观念了 而第二个线索就是游侠的新技能 皮刹 根据凉屋透露的信息 皮刹将会以游侠三技能的形态与大家见面 上次虽然是老赵PS 但是技能概述却是出自官方 所以在新版本中 凉屋和一层的会为每一位职业都开发出第三种技能 至于最后一项线索 那就是对于职业阵容的变动 也就是说第16位英雄即将与大家见面了 以上就是老赵发现的所有线索 视频中部分素材来自梁屋电台 本期年龙就先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